首先老师呢会教你们怎样画梅花的枝干 所以我们呢就现在来从枝干开始教起 好在我们画梅花的枝干的时候 我们会选用这一支的是煎毫赏书这一支的毛笔哦 因为这一支笔啊它的那个硬毫是比较多 软毫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画树干呢它其实是比较好用的 好现在老师今天来示范一下要如何调墨哦 你就先把整支笔呢先把它浸泡在水中哦 OK让你这整支笔呢水要全部完全渗透到进去哦 然后你在提起来的时候呢 在它这个边呢要挂笔挂几下就好了的 好像这样子哦它不会像其他的笔啊 你要挂的越多所以它的那个你画出来的那个墨就不容易晕开 但是这一支笔就不太一样你这个刮笔次数要少啊 如果你刮笔挂的太多啊你这样子画出来的啊 它的那个墨它就很容易干掉啊 这样子你刮两下三下这样就够了的 OK当我已经沾好水了之后 记得你这个笔尖的部分要沾上少许的浓墨 然后你在调墨盘上你就是把它调出来咯 OK你在调的时候尽量是用这个点的方式不要整个这样子转圆圈啊 尽量不要这样子哦 你就是说尽量跟它这样子打打打打打几下这样子 OK然后你打了之后 记得你要在它这个边呢 就做论笔这个动作 看到吗 然后你再来是笔尖再沾上一点点的浓墨下去 再点一下 那这样它的墨印就出来了咯 看到了吗 好现在老师就要来跟你们复习一下 嗯我们之前所学过的竹竿它是怎么画 OK刚开始画竹竿的时候 我们呢一开始呢是先从那个推笔那边开始教起嘛 对不对 啊这是之前老师教过的 好如果是竹呢 它是靠顿笔的方式像这样子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这里就先标明一下 这一笔呢 我们把它称它为叫做推笔 OK这个是推笔哦 然后如果这个呢 你这里出现有有有有那个结呢 这个我们把它称它为叫做顿笔啊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推笔跟顿笔的部分 好如果这个的部分出现顿笔呢 这个呢我们把它称它为叫做主本 那为什么老师会会讲推笔跟顿笔呢 因为在我们要画梅干之前呢 我们就要先来认识一下这两种笔法 一个是推笔 另外一个是顿笔 好现在老师已经讲完了这两种笔法了之后 那现在老师要来示范的是多一个折 一二三四五六 回来 那如果是这边有一个弯曲呢 这个弯曲呢我们把它称它为叫做折哦 好现在老师已经讲完了推顿折啊 如果我这里呢多出现一个折啦 这个折呢 这个笔法呢我们把它称它为叫做这个就是木本 这个是主本 如果是有转折弯曲的这个就是木本 这样了解了吗 哦所以啊透过我们已经认识了推笔 顿笔还有折笔之后 那现在老师要来正式谈的是梅干 那梅干呢它主要的笔法 它这里有分为的是 顿 折 回 那这一个三种笔法你这里要牢牢记住 顿 折 回 OK OK 啊这个是梅花最主要的一个基本的画法 好现在要怎样把这个顿折回 要怎样把它表现出来呢 好刚开始的时候 我这里呢先做出一个 回风 按 推 顿 回 折 折 回 顿 顿 收 那这个是主干的一个基本的画法 好现在老师呢就要来先来标明一下 这个的部分呢 有出现这个头呢 这个我们把它称它为叫做 回 好如果是这个的部分 跟 这里呢 这里呢 这个呢就是顿笔 这个呢是也是顿笔 好如果是这边有一个弯曲呢 这里有一个弯曲呢 这个呢就是折 这里也是折 然后这里呢有出现一个 露出一个头呢 这个同样的也是 也是回 这样了解了吗 啊所以你就是把这个顿折回 一定要把它 搞清楚 好在我们认识了 顿折回了之后啦 那通常这些枝干呢 它一定是从出 慢慢 就变细 啊就是说 出 中 细 啊你不要给我画到好像是 这边又粗 这边又粗 然后这边又粗 啊然后有些同学呢 这边你又画的很细 这边你又画的粗 这边又画的 中等啊这样子就 不好看 啊所以你要你要搞清楚 这边就是 出 中 最上面就慢慢变细了 这样了解了吗 好现在老师已经讲完了这个顿折回了之后 那现在我就要来 重复示范一遍了 那注意看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看到了吗 所以呢 我这里呢就是从出 他慢慢就变细好了 这里我再说一遍 这个呢是顿笔 顿 折 折 折 回 顿 到这里就守 啊所以老师现在已经讲完了这个 没干的部分 顿折回 啊这个是 第一点哦 好 第二点呢叫做 刺 OK为什么老师会把它称为叫做刺呢 因为 你除了画主干礼物来 你还要画多一个 枝 树枝的枝懂吗 啊枝条的意思哦 好 现在老师要来讲的是 要怎样把这个枝 要怎样吃进去 那 所谓的吃进去的意思是讲啊 就是说 你看到你这边有一个折 这边有一个顿笔嘛 对不对 他这个表是展示出 枝干的 结的部分 啊 所以老师呢 这里再画给你们看 啊 要怎样做 刺 这个动作 那 就像这样子哦 回风 出来 像这样子 啊 真正的原理来讲啊 它就是像这样子的 一 二 看见了吗 那我再看 再看一遍哦 一 二 三 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子的 它就是从细 慢慢就按下来就出 然后就提起来 蹲一下 回来 明白了吗 那这一个呢 我们把它称它为叫做 刺 好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 刺 这个动作呢 会 展成什么样子 它就像这样 你看 这样子就跟它 就完全就 比较不协调 啊 所以我应该是 再补多一笔 刺进去 啊 这样子它看起来 就会比较 协调 这样明白了吗 啊 所以这个刺呢 这个动作 一定要把它 做出来 这样子 你可以看得出 干 它就会 长出 脂出来哦 所以它 一定要跟它的 主干 要 互相 协调的 好 现在 你们就来看 老师要怎样 把这个刺 这个动作 要怎么样 做出来呢 那 我这里呢 会先从这个 顿笔 的这个位置 开始画起哦 一 二 三 刺了咯 那这边就出来了 然后第二笔呢 这边 这边也是像这样 一 二 三 四 看到了吗 然后 这里呢 这边也是像这样 一 二 三 你看 右边 左边 右边 我这样 这样子就已经 画出来了 啊 所以我已经 把这个 刺的 这个动作 画出来之后 这边我就 不需要 再加了 好 现在老师 已经讲完了 第二点 刺这个动作 现在 我要来讲的是 第三 是什么动作 我们要追究的是 它的 形 OK 所谓的这个 形呢 要 画的是什么 我现在就先 给你们看哦 懂 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呢 我们把它 它称它为叫做 伴女子 为什么要给它出现伴女子呢 因为你要把它的形 一定要把它 画出来 因为 舞女 不成梅嘛 因为梅花 如果你把这个枝干给它 给它出现一个伴女子啊 这样子你整个梅花的枝干 它就会形成一个 女孩子 就可以说是形容女孩子的美咯 这样 这样理解吗 所以呢 你把它出现一个伴女子呢 它就是变成是一个 完整的 梅花的枝干 这样理解了吗 所以你要记得说 而不是犬女 它是属于是伴女 你要追究是 它的形 一定要把它画出来哦 那这里呢 要怎样把它画成伴女子 那好像这个的部分 我这里呢 穿插过去 把它 拉长 那这个呢 它就变伴女子了 你看 一 二 三 穿插 看到吗 然后 这个部分呢 这边就 第一笔了 然后 第二 第三 你看 你看 我这边也是 也是穿插过 主干的部分 好 如果 这里的部分 我这里给它 拉高 一 二 穿插 一 二 穿插 啊 总之 你伴女子来讲 它到最后一笔呢 肯定是 穿插了的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啊 好 如果是 下面的这个部分呢 我这里也是可以 先这样子画 一 二 那你看 我的半女子 这样就出来了咯 啊 然后 这一个部分呢 我也是可以这样画 总之 你到穿插的部分 千万 不要画得太长 也不要 画得太短 啊 我这里再次画给你们看 有些是这样这样子的 然后有些呢是 水平线 这样也是可以 有时候可以弯上去 有时候可以给它 呈现水平线 这样也可以 啊 所以呢 你到最后这个 半女子的部分 你也可以一直把它攀延到最高的这个位置 啊 好 现在老师已经讲完了这个 呃 半女子的 部分 然后第四点呢 点胎 好 点胎呢 我除了把这个 炖则回 吃 行 这三点我已经做好了以外嘛 对不对 因为你这样子看起来 你好像觉得会有点光溜溜这种感觉啦 啊 要怎样把它画出 完整一点的 梅花的枝干 啊 点的时候它也是要有技巧 就是 回 收 啊 啊 不要给它像这样子点的 不是这种随意点的 啊 这种是大错特错 啊 我再次示范给你们看 回 收 就是你在原 原地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转圆圈 再 转回来 啊 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啊 这里我再示范给你们看 啊 这里点了要该 该哪里要 要点的 啊 像这样子哦 啊 这个部分就可以给它点 左边高 右边低这样 左高又低这样子 啊 记 注意的是 不要给它 高低全部都一样 ok ok 好 现在大致上我的这个梅花的枝干呢 都已经都都画好了咯 啊 所以这个点的部分总之你你要的是左边高 右边低啊 或者是右边是高的左边是低的啊 啊 所以尽量不要把它画成左右的点两边都一样啊 这样就不好了 你明白了吗 啊 好 现在老师已经讲完了这个呃 眉干顿折回 吃进去 吃进去 行跟点胎的部分都已经讲到这里啊 所以也希望同学们呢啊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练习方式 下一张呢 我会教你们怎样画 呃 画的部分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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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